曾经富裕的科特迪瓦,如今却是一个被穆斯林移民,难民毁掉的国家,科特迪瓦处于非洲西部,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以黑色人种为主,面积约为32.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2500万1961年4月,科特迪瓦脱离法兰西共同体,后独立博瓦尼任首任总统。 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博瓦尼以铁腕的手段,对科特迪瓦实行专制统治,直到1993年12月去世后才结束这种局面,为此百姓还给他取了一个不好的称号独裁者。 然而科特迪瓦,在这个被称为非洲向往的博瓦尼带领下,不仅维持了国家的长久和平,还实现了被称为科特迪瓦奇迹的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资源并不丰富的科特迪瓦一跃成为西非最繁荣最富裕的国家。 在周围那些战乱频发一片混乱的邻国中,显得赫利畸群,因此科特迪瓦也被称为西非法兰西首都阿比让,还有西非小巴黎。 但美育可能人一上了年纪脑子都会糊涂疑心,也会加重吧? 博瓦尼也是这样,晚年的博瓦尼担心本国人民对其不满,会推翻他的独裁统治,所以他打开国门,对外来移民实行优待,欢迎他们到科特迪瓦来定居,对穆斯林聚居的北部贫困地区进行补贴, 并任命移民家庭出身的穆斯林瓦塔拉担任总理,以施小恩小惠来赢得穆斯林移民们的,忠心就这样科特迪瓦的富裕生活,吸引了大量来自布基纳法所,马里,几内亚等邻国的穆斯林移民难民,他们成群结队,蜂拥进入这个面积不大,却生活富裕的国家,科特迪瓦,原本是个基督教国家,本国居民70%以上, 都是信仰基督教,然而当博瓦尼大量接受穆斯林移民,难民时,科特迪瓦的人口结构和宗教分布比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穆斯林的超高生育率很快造成了穆斯林对科特迪瓦本国基督徒的反超, 1961年刚独立的科特迪瓦仅有不到800万人口,1995年已达1400万,如今,则约为2500万,其中,阿肯族系比重已低于40%, 百分号沃尔特族系和曼迪族系,两个外蓝民族,则分别占17%和28%,两者相加为45%反超了阿肯族系, 且在此期间,科特迪瓦穆斯林人口突破45%,基督教徒不足30%,远远超过了独立以来历任科特迪瓦总统所信奉的基督教人口, 1993年伯瓦尼去世后,群龙无首的科特迪瓦无法再维持威权统治, 于是,以前总理瓦塔拉为首的穆斯林要求选举,必须公平公正不搞歧视,并大力呼唤科特迪瓦要进入一人一票的民主时代, 但是被继任总统被迪埃抵制,随后聚集于科特迪瓦北部的穆斯林移民,难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声称这是政府对他们进行种族歧视和种族欣喜,98年爆发经济危机后, 大量失业的本土科特迪瓦人被迫离开首都,返回已离开多年的家乡, 却发现家乡的土地,早已被新涌入的外来穆斯林移民,难民所占据, 1999年科特迪瓦总参谋长干一,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被敌哀,成为了新总统, 但不久后迫于穆斯林的压力,又推选考古学家巴伯为新总统,然而此举并为穆斯林移民难民, 满意他们声称穆斯林瓦塔拉,才是真正合法的科特迪瓦总统, 并开始做好向新政府开战,以夺取科特迪瓦的政权, 2002年9月科特迪瓦北部的穆斯林移民,难民发动内战, 占据了科特迪瓦北方穆斯林叛军袭击了,包括首都阿比让在内的众多城市, 公然杀害了前总统干一整个科特迪瓦,一时陷入了腥风血雨的混乱之中, 叛军中的很多成员,就是原国防军中的穆斯林士兵, 幕后支持者则是布基纳法索,马里,几内亚等穆斯林邻国, 一向以温和派穆斯林形象出现的瓦塔拉, 在这次动乱中,展现了自己高超而原熟的政治手腕, 他没有公然参与叛乱, 而是第一时间,就以受害者的形象躲入了法国大使馆, 这让他赢得了西方舆论的好感瓦塔拉, 一方面联络北方穆斯林叛军, 很快成为他们一致推带的政治领袖, 另一方面向高举民族团结口号的前执政党科特迪瓦民主党, 伸出双手瓦塔拉与科特迪瓦民主党的河, 做让穆斯林在政坛上位置和势力愈发的牢固, 后来瓦塔拉认识到自己的武装力量, 远不如政府军,于是要求联合国介入, 并请求法国派军队进驻科特迪瓦, 2005年联合国部队建成了横跨科特迪瓦全国的非军市区, 将内战双方彻底隔离开来北方穆斯林移民, 难民获得了占全国60%的领土, 2011年在联合国的敦促下,科特迪瓦终于实行了, 无论是否出生在科特迪瓦,都拥有投票权的真正的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 瓦塔拉不出意料地当选为科特迪瓦新总统穆斯林, 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庆祝自己最终胜利, 最后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 维护援助居民基督教的政府军, 被击溃基督徒巴伯总统被法军升勤, 并交给了穆斯林新总统瓦塔拉, 自此科特迪瓦, 这个本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 被穆斯林揪却朝彻底变成了, 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穆斯林掌握了科特迪瓦, 瓦塔拉上台后, 科特迪瓦人民的生活大幅度下降, 现已沦为贫困国家, 要靠外国援助才能度日, 国内疾病, 蔓延人种宗教对立冲突不断, 瓦塔拉还把本属于科特迪瓦原住居民基督教徒的财富土地, 纷纷纷给穆斯林, 每名消除贫富差异, 自此曾经富裕的科特迪瓦, 如今就这样被穆斯林移民, 难民毁掉了,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 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 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